一位老父亲和儿子在散步 儿子大学毕业了 在外地工作 来一次不容易 父亲呢就带着他在 他们后花园里走路 这个时候呢 有很多鸟在叫 这个时候父亲指着 树上的一只鸟就问 儿子啊那是什么 因为父亲眼睛啊 眼花而也背了 儿子说爸爸一只乌鸦 连续问了几次 儿子就不耐烦了 回答声一次一次大起来 爸爸这是一只乌鸦 听到没有 父亲不说话 站起来 颤颤巍巍的走到屋里 找出一本发黄的笔记本 是他父亲的笔记 翻到了二十五年的一页 他念给儿子听 今天我带着乖儿子 在院子里散步 儿子看见一只鸟 问爸爸这是什么 我告诉他 这是一只乌鸦 儿子好奇心很重 反复问了我二十五次 我每看一遍 耐心的重复的就教他一遍 终于儿子能记住了 这叫乌鸦 看见儿子能够诗字 做父亲的心里是多么的高兴啊 当读完这一页 儿子泪流满面 说爸爸你让我懂了许多 你原谅我吧 学博人以忠孝为基础 孝提利益 连此都要懂 所以想学博学得好的人 首先要孝顺长辈 你才能有学博的基础啊 学会感恩啊 学会感恩 当我们学会了佛法 我们感恩观世音菩萨 当我们学会了做人 我们感恩我们的老师啊 当感恩 当我们拥有了生命 我们感恩我们的父母亲啊 永远不要嫌弃父母 不要嫌弃生活 来人生就是要正确的面对 正确的面对 用佛法界的语言 就叫证悟 今天 台长 跟大家 结善缘 有很多的 我们的佛友 和我们的朋友们 大家 都是有缘众生 今天能来的 都是和菩萨 有缘分的 希望你们一定要听台长的话 这个人间真的有菩萨 真的有我们的因果报应 希望你们一定要好好地修 好好地求 你们一定要修成 一定要一世修成 因为我们不能再来这个人间的 人间太苦了 现在网上在流行 因为人的思维发生变化 网上流行说什么你们知道吗 说这个时代啊 这个世界啊 你如果不得个自闭症 忧郁症什么的 你都不好意思见人啊 怪不怪啊 说明人的思维混乱 太多的烦恼 要担心心灵疾病 已成时尚了 自私成时尚 不好好的做人成时尚 更说明 人要学佛 要解脱 台长教你们几个 学佛和做人 合二 唯一的方法 你们好好听 修行 要 眼中 眼睛当中 叫眼中四勺 嘴巴 话少 肚中 食勺 就是吃的少一点 睡觉 一勺 记住四勺 生死 可了 学佛 叫你们放下 不是叫你们放弃啊 随缘 不是随便啊 不执着 不是叫你们不认真啊 世界上 有很多东西 你愿要它 它离你越远啊 你越不要它 无所谓了 它偏偏就来找你啊 你拼命的去争取 都没有 你真的不要了 它就来到你的身边 因为懂英国 你就掌握了 改变命运的方法呀 刚刚跨入2015年 上海外滩的踩踏事件 有36个年轻人 命上黄泉 其中还有很多高材生 包括复旦大学 一个20岁的女孩子 她们身体都没有病 最大的27岁 最小的只有16岁 想一想 我们学心灵法门的佛友 在两天前踩踏事件之前 就已经做梦做到 在上海外滩 一批一批的人倒下去 说明这个世界 是有因果的 很多事情 在我们来说 是注定的 一些因果报应 台长 最后 因为时间关系 我只能简单的 跟大家再讲 因为一个人的福 来自一颗 懂得不失的心 多原谅别人 多得福 量要大 你善的气场就越大 对人间看淡看破 什么都不计较 你才会心中舒服 计较越小 幸福越多 计较越多 幸福越少 人的一生 缺点的积累 一定会让你 人生失败 记住了 有量就有福 有福心就灵 所以有一句话叫 福治心灵 太多的东西要跟大家讲 但是台长还要给他留出很多时间 当场给大家看图腾 在这里台长要告诉大家 看图腾只不过是一个方法 并不是目的 看图腾是要让大家相信这个世界上 还有看不见的暗物质的存在 就如我们看不见的空气和电一样 还有风一样 台长告诉大家 在美国经常有科学家和宗教学家辩论 有一个科学家站起来说 我是一个天文学家 我看了一辈子的天空了 我就看见太阳 月亮 星星 还有其他的东西 我看不见 所以我不相信 有什么天神啊 有什么菩萨啊 有什么 我们说 各种各样的天仙 所以我不相信 一个宗教学家站起来说 请问这位我们的天文学家 你看见过风没有 你看见过空气没有 但是你离不开它 你不一定看得见的 另外一位科学家站起来说 我是一个外科医生 我动了一辈子手术了 我看到的就是肝心肺和各种各样器官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灵魂啊 所以我根本不相信 有灵魂的存在 这位宗教学家站起来说 请问这位外科大夫 你爱不爱你的妻子 她说我爱 你开给我看 你爱在哪个部位 希望大家好好学佛 相信佛法 拥有我们自信的本性 我们的本源 我们的慈悲心 在人间创造出一片美好的净土 让我们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可贵的东西 那就是慈悲 美满人生靠的是自己 我们真正的要救度众生 靠的是我们自己本身的佛性 让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学佛 好好地修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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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